你知道买家修跟卖家修差距有多大吗 我有学生朋友反馈说 进仔的小鱼仔确实好吃 现在进仔plus版零食大鱼包给你们安排上 里面整整一百包零食 真能买到卖家修里那么大包的小鱼吗 买了进仔plus版 又有个包 倒出一包 净盒量两斤多 这个头家人 还比我整头都大 这是原来四伴就是小鱼仔4爱多测的 说想看师兄吃小鱼表情模型零食 拿这个小鱼plus表情模型零食 先给大家安排上 还想看师兄测什么表情模型零食 尽管说出来 师兄讽计下那个人数最多的表情模型零食 给大家测一下 让人家美食 家门店关注奔迷路 师兄带你一创江湖多谢 先看 这个料比 这被人把哥们盐给看花了 给大家揭个图 对比一下 这个是普通的进仔小鱼 这个是进仔plus 他里面有香辣小鱼 麻辣小鱼 酱跟小鱼露 酱小鱼香辣豆干 夹香豆干和香辣 鱼 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十八大包 但它加起来 到底是多少量 咱们全部可拆开 倒出来数一下 九八九十九 一百 它里面共一百包 算下来平均一包六毛九 家门 你们那在超市里 这进仔小鱼多少派一包啊 最让我破坏的是 家门兼有评论说 这小鱼是足料店退休鱼 这小鱼该不会真是肯玩脚 有做成零食的吧 打开看一下 这小鱼跟足料店的一样吗 而且这么小的鱼 它的内脏能清理干净吗 咱们撕开几个看一下 直接能看到鱼排啊 经理的还是买干净的 但它为什么都是去头去尾的 难道是怕小鱼砍完脚 不会生吗 为此我问了下客服啊 它说这个鱼是深海鸡鱼 淋了海水是活不了的 竟然不是足料店的退休鱼 那我吃了 生胸侧品一臂 去美服 尝尝 嗯 它的豆干做得很高润啊 咬鸭就会在嘴里爆吃 摸鱼口感滑滑滔滔的 红油味很香啊 这小鱼才是师兄的最爱 吃起来还有交接 里面的卤汁恰到好处 特别是一个香辣的 又辣又少 这近载plus大里包也太过瘾了 平均六毛多一包 这心价你直接辣满 如何评价